武漢肺炎疫情在美國升溫 舊金山灣區的居民從媒體上看到 台灣的各項防疫作為 紛紛給予肯定 值得其他國家多多仿效 台灣是做了很棒的工作 實際上我兒子的學校 他們已經開始做了一些 不同的方式 他們做了自己的桌子 其實台灣真的做得很好 在這個疫苗裡面 所以獨一無二的那種保護得更好 我們應該全世界讓它學一學 面對美國的疫情走向 民眾表示 雖然政府防疫行動沒有及早進行 但目前已有相關作為 對疫情有幫助 我們應該開始了一點 但現在我們正在做得很好 似乎有足夠的計劃 才能幫助 自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被認為與亞裔種族的連接很深 舊金山中國城的街上 明顯冷清不少 商家還因此發起了反歧視的活動 但仍有願意造訪中國城的民眾 美國民眾對於戴口罩 觀念普遍停留在生病時才佩戴 但在武漢肺炎 確診數字攀升之際 就近山街頭已經開始看到 少部分人戴起口罩 反應感受到疫情威脅